你敢相信吗 警察让你脱光一副审讯 还强奸你 抢劫你 这不是电影情节 而是真实发生在内蒙古的离奇案件 直接说 昨天你用他干啥了 你是警察吗 不是 大点声说是警察吗 不是 你用锁扣贼了 22岁的如烟 怀着少女般的憧憬 赴约见网恋对象 谁知道等待他的不是浪漫晚餐 而是一场噩梦 上车后 如烟发现车上还有一位女性 还没等的疑惑 男子就掏出手铐将她铐住 同时用枪指着她的太阳穴 这位高富帅突然变身警察 声称要逮捕她 一个男子套出手铐 迅速就给她带上 我是萌冠军的 别动 不要喊 再给她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的话 套出一把枪 领在她的太阳穴上 当时她马上就猛了 如烟瞬间猛了 我不就是来约个会吗 怎么就成了罪犯 就像她蹲在车上 踢头 你别想 起来我就收着她 你把她给你电的 接下来 这对警察夫妻将如烟 带到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安全物的地方 房间里杂乱地摆放着警服和警供器械 活脱脱一个山寨版警察局 然后开始了一场堪称魔幻的审讯 男子要求如烟脱光衣服 女子则拿着相机拍照 美其名曰取证 他们不停地恐吓如烟 说她犯了重罪 可能要被判处八年到无期徒刑 如烟心想 我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正当如烟快要崩溃时 女子借口出去汇报情况 趁此机会 男子对如烟实施了强奸 当女子回来后 又宣布要拘留如烟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的话 就是这个女子回来 进屋以后的话 第一句话就说是 局里的意见的话 就是拘留 这时候如烟终于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什么警察 而是一对犯罪分子 为了活命 如烟只能答应给他们两万元 这对警察夫妻 为了确保如烟不会逃跑 居然让他吞下了一个黑色药盘 声称是窃听剂 如烟心想这是科幻骗吗 在银行取钱时 男子全程用枪指指如烟 威胁如果逃跑就开枪 如烟心里能笑 我这时遇到了007呢 经历了八小时的折磨后 如烟终于获释 但这对犯罪分子临走前 还不忘威胁他 不许说出去 否则就公开你的不雅照片 然而如烟并没有被吓到 他勇敢地报了警 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警方通过车牌号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焦某 有趣的是 焦某竟是警方的老熟人 几年前曾因冒充城管被判刑 意态成这样 如果要是这个人的话 曾经我处理的时候 他是冒充城管的 那么他这次能不能冒充警察呢 看来这位人凶 是对冒充情有独钟的 4月1日下午 警方在一片居民区 发现了嫌疑车辆 考虑到嫌疑人可能是有枪支 警方采取了突袭行动 在一处院落里 警察成功将焦某 和他的妻子杨某抓获 这对警察夫妻 终于尝到了真正的手铐滋味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不是第一次作案 而是连续作案17起人 焦某通过网络 劫识年轻女性 在伙同妻子杨某 冒充警察实施犯罪 在这些案件中 杨某不仅没有阻止 丈夫的行为 反而协助她完成犯罪 甚至在丈夫强奸受害人时 在一旁观看 这种夫妻当犯罪 真是闻所未闻 这起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网络交友虚谨慎 不要轻易相信网友的身份 更不要贸然 与陌生人单独见面 同时 面对可疑情况 隐忍不报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 离不开受害人的勇气 和警方的快速反应 记住在网络世界中 不是所有自称警察的人 都值得信任 保持警惕保护自己 才是上网的正确姿势